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人满在世上 总有天看见 满夜燦烂饭食仙 月主同行 关切人群 成就国家大能施福记万世 《恩语同路人》 各位听众 欢迎收听《恩语同路人》 我是Selena 今天和我们分享的嘉宾就是李成林牧师 自从李牧师的儿子Moses 在香港的Mirror演唱会发生了意外之后 大家从李牧师每个星期发出的代讨讯 都得知Moses的最新情况 很多人都会为他们祈祷 从代讨讯里面都知道李牧师曾经分享过 这件事其实是令到他的家人的关系更加好和团结 我相信大家都希望有一个好的家庭 家庭有好的家庭价值观自为重要 今天请到李成林牧师博士和我们分享 犹太人民族的家庭观 给到今天的家庭有什么可以学习的地方 李博士就是神学院和大学的客座教授 也是教会的顾问牧师 他的博士论文就是研究 《旧约犹太民族家庭伦理的结构和关系》 开始的时候 李博士就会和我们分享 世界两个主要家庭系统中的夫妻族心系统 各位听众很开心 今天能够和大家分享 在家庭的时尚局 其实在一个社会上高 家庭是越来越松散 产生很多问题的 其实一个人的成长 一开始就是家庭 家庭的结构 家庭的成员 家庭彼此之间 大家的关系是很重要 讲家庭的时候 必须要是体会到 究竟在人类历史的过程里边 整个家庭的系统 和角色是怎样呢 所以就藉着一个机会 和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一个我们现代人的家庭 和实际 一直在整个人类价值的核心里边 所体会到的家庭 有什么不同呢 当我们看回家庭的时候 我们就必须要留意到 在人类历史上高 一路以来 是由一个系统 那个系统叫做父子族心的系统 然后一路经过时代的变化 来到今天主要是以夫妻的族心为一个系统 那大家留意呢 父子族心的系统 和夫妻族心的系统 不是两个有你无我的 而是一路的显变过来 在显变的过程里边呢 就有一些 看一下什么的民族 什么的时代呢 和是什么的地方呢 这样来到去了解 在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地区 那一个父子族心重一点呢 还是夫妻族心重一点呢 当我们要这样去分辨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呢 今天其实在我们现代社会 特别是北美社会呢 整个的发展 绝大部分的百分比呢 是受着夫妻核心 那一个系统呢 影响的 有些什么的重点呢 简化来说 有八方面的重点 那么第一方面呢 就是两性是平等的 就是说 在家庭里边呢 夫妻两人的地位呢 是相同的 没有一方呢 是拥有特权的 至于 和过去一直以来到现今 那当然呢 现今有一些的民族 有些地区 特别东方呢 仍然是以 一个父子族心系统呢 为重要 但是西方已经是 那个变化已经是很大了 那所以呢 就是没有一种的权力 又或者是次序的高低 大家都是那么高那么大 在夫妻族心家庭呢 是很重要的 那第二方面呢 就是一个个体的取向 就是在一个族心家庭系统里边呢 那个目的 是为了满足个人的需求 而有的 那个别的成员在家庭生活里边呢 那一种的尊严 和要求呢 是相当被重视的 就是说呢 我个人 我的喜好 需要被此能够去体会 接纳 那现代社会的家庭呢 绝大部分都是核心家庭 但是在一种 但是在一种 是非常之重要的 难怪乎呢 其实在这十多二十年里边呢 那个分前辅导很重要了 能不能够认识到自己是怎么样呢 有些什么你自己的渴求可以 或者是需要去被满足呢 其实在现代的社会 现代的世界呢 很多人都不能够完全的认识自己的 个体很容易是随着那个即兴感觉呢 来到行事 那所以呢 这个的分前辅导呢 是要给个别进入一个婚姻的男或者女呢 来到先认识自己 你先认识自己 你又认识对方的处境的时候呢 你两者愿意走进这个婚姻里边呢 你才能够彼此的协调 第三方面呢 所谓的水平逆权 什么叫水平逆权呢 就是 不会十分之强调呢 上下尊卑的一个差异的 重视是以平等自然的方式 来到互相的相待 所以呢 长辈和晚辈的权威呢 相差不大 可能我们华人呢 就第一代第二代 还是仍然是坚守着一些父子 俗心系统 那所以当我们看回 在我们身处的西方社会里边呢 就是父母 都是叫名的 就是孙啊等等 叫Grandpa Grandma 都是叫名的 就是这个是没有那种尊卑的权威差别 好似平背 这样的一种相处的模式 这个是第三方面 第四方面呢 就叫做代奸的分居 就是两代的 就是一起相处 同住的关系 是一个阶段性的 就是说呢 子女长大了成人 他就会离巢独立 自行建立 他自己的家庭 所以 蘭贵符呢 在我们这个年代呢 你会见到 就算我们华人的家庭 买六个家屋 可能 三个房 四个房 五个房 大的房子 但是那些子女呢 大过他自己成家立业呢 他就搬走了 那一来呢 年老的爸爸妈妈 不行啦 你这么大间两屋 那二来 只剩下你两老在那儿 那倒不如呢 就是卖去上楼啦 那这一个呢 就是夫妻 俗心家庭系统的 一个现象来的 第五方面呢 我们叫双向的军势 就是夫妻之间 那个权力呢 是一样的 影响力也是一样的 没有所谓 哪个高 哪个低 那亲子之间的交流呢 又是相向的 是彼此互相影响的 同以前 整个世界 在家庭 以 父子俗心系统 那个意识形态不同 那是单向 但是现在是相向的 就是说 你说得这些东西 我都可以讲的嘛 爸爸妈妈 你教导我 没错 我都接受 但是你都有一些 不妥的地方 或者呢 是你的盲点 我作为子女 我都可以提你的 但是如果 没有这种意识的时候 在这个 现今时代的生活呢 作为爸爸妈妈 就很顶心的了 你拼嘴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就在西方的教育底下呢 那些的子女呢 就很容易 有一种意识 是要相向 互相交流 那第六方面呢 就是感情优先 什么意思呢 就是家人的关系呢 主要基础是感情 而不是角色 关系那一个性质 主要是决定于 双方的个人特征 和彼此 那一个关系是好 要是坏 就不是太重视呢 那个伦理的法质 守质的 那因此呢 在现代的家庭底下呢 就不是重视那个家庭 亲情的伦理的法质 这一样东西呢 就是没有那种的 所谓晚辈啊 长辈啊 彼此要在那个的 角色上 都要尊重的 没有 因为不是角色为主 而是互相的感情为主 那所以呢 如果那些子女 他从小到大 和爸爸妈妈的感情关系 不建立到的时候呢 他一进入青少年期的时候呢 他的反叛是非常之大 因为我都是一个 注册的婚姻家庭的辅导员 有不少的爸爸妈妈 特别当那些子女 不要说进入青少年 未到而已 已经是出现了 那些子女的反叛 那是因为呢 在这种夫妻 俗心家庭系统的里边呢 不是看你是不是爸爸妈妈 而是看 我和你的感情 或者你在我小时候 你和我建立的 是什么关系 那第七方面呢 就是家庭成员的 那个萎缩的意识 那普遍在研究上 就有一个名字叫修炼主义 什么叫修炼主义 就是家人的数目 是越来越少的 就是说呢 越少越好 因为家庭的资源 那个分配呢 其实就限于夫妻 双方和那个子女的数目 就是说呢 家庭那个成员的数目 越少呢 家庭的资源越大 那所以 有很多做爸爸妈妈的 都想到 哎呀不要生那么多了 我又没有这样的资源 来到一路成长呢 那所以有些就是一个起两个子 就算了 那再加上呢 就是 他们反叛了 因为见到周遭 又在青少年 甚至乎在社会的现象上 高呢 比青少年的父母妈妈 有这种这样的冲击 和困难的 那所以呢 近这十年 十几年呢 生都不生了 那就宁愿养猫养狗 养一些宠物 因为 养猫养狗养宠物 没错 都需要很庞大的资源 但是 起码它不会拼我嘴 特别是你养猫来自 环绕着你的脚 一路卷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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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那有些狗呢 甚至乎是跳上你那里 扑在你那里 摇头摆尾 你很开心的表达 你这种呢 当有子女 你那个关系不建立到的时候 你很难见到 虽然间你作为爸爸妈妈 你很想你回到来的时候 你这个子女是这样的 但是 有时当你做事很累 你都不想应酬这些子女 但是子女作为一种感觉 慢慢一路大呢 他会感觉到你浮现了 藏在他里面的 这种被浮现的意识 在它累积上来的时候 这个都同样影响着 那个关系 最后呢 就是夫妻族心家庭系统里面 就是以权利为重 权利是什么呢 它是重视权利 不重视义务 就是换句话来说 家人互动 在这个社会里面 是很强调 那种的权利 我要有的是什么 得到的是什么 那这个呢 就是在我们今天 虽然间我们大部分 在那个夫妻族心家庭系统里面 但是都不否定 我们仍然是有一个父子族心的系统 在那里 就不是有你没我的 只不过是那个百分 百分比呢 是高 是多 只是少 我愿意造他 尽力抵挡一切困难 爱是由你共我开始表达 主的爱已充满不平淡 如有困惑勇敢去说出 若挣扎这刻会为你包扎 相爱相亲与这国家 我平关心信心可爱的隔 有远弱来都 请不要害怕 因有主的恩殿临 再以恩情 这福气无家 听完夫妻族心系统 李博士就会分享 第二个主要家庭系统 父子族心系统 其实父子族心系统 在人类的历史上 你可以说是一个最长久的 只不过是来到工业革命之后 人类彼此之间 就多些接触 就是说不同区域那一道 就多些接触 所以那一个的单一性 又或者是独特性 是要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 所以在整个世界的一个核心价值 以父子族心系统里面 就产生很大的变化 以至来到今天 那个夫妻的族心系统 讲回父子的族心系统是什么 在东方社会 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你又可以讲是华人社会 又或者是受着华人社会文化影响的其他民族 那这个系统有什么的特别呢 第一 它是以男性主导 男性就是家庭的一个支柱和支配的人 或者是这么说 法师号令的人 那如果用我们今天的眼光 来看家庭里面 哪个是华士来说 就是从这个华士权的角度来说 女性在家庭里面的地位很低 就是说有没有她都没有什么影响 那这个是以男性主导 家庭系统 第二方面就是 以一个集体取向为一个基础 就是说家庭里面 每一个的成员 他是要有一个目标 是要去成就家庭要做的东西 并且是维护家庭的利益和团结 大家能够这样去做 就可以达致到家庭整体的一个福祉 那换句话来说 就跟先头所讲的 是有少少不同的 就不是以个人的取向 而是以一个集体的取向 那所以呢 以家庭为一个中心点的时候 我可以是放低我自己的一些权力 就不能够容养一个家庭散的 第三方面就是垂直的关系 或者垂直的排列 就是说呢 是重视尊卑掌幼的地位 那跟现在呢 是有大不同 那所以呢 所以呢 当一个人出生 在这种家庭的气氛底下 以如目掩 和看到那种尊卑掌幼的地位的时候呢 就大家能够在一个家庭里面呢 就找到自己的定位了 它就不会是很容易这样去超越了 又或者是越界 大家在不同的定位里面 一个目标 就是家庭的利益 团结的存在 福祉为那个中心点 那么第四方面呢 就是 简单来讲 在研究里面 是叫代奸同居 是什么叫代奸同居呢 就是 父子两代 甚至乎是多个两代 的人呢 终生呢 是同居一住的 你可以说 因为以男性为主导 为中心 就是以爸爸为主导 为中心 所以呢 那个核心人物呢 是 爸爸 一代 两代 三代 甚至于四代 过去的历史里面呢 就 那个结婚的年纪呢 就是十二岁 十二三岁就结婚的了 我们现在十二岁 十二三岁那些 承担不了的东西 甚至乎有一些呢 他自我的 照顾意识 都照顾不了自己的 那你说 还结婚呢 那 但是不同 就是 当你是一个家庭和社会 你自己能够定位的时候呢 就有一个规范给你 是以家庭中族为主的呢 他是要一路所谓全宗接代的 因此 这一个的代奸同居 是一代 两代 三代 四代 那所以以前 就是我们中文呢 都有一些的 就是 的名字呢 三代同堂 五代同堂都有的 那我 以前在 香港住的时候呢 我就住新界一些村屋 鄰居呢 是五代同堂的 你想想他十多岁就结婚了 跟着没多久生孩子 跟着又再生 你想想 当他八十多岁的时候呢 是不是五代同堂呢 如果他是有钱 就是讲古代的时间呢 他能够所谓养到命 他就可以了 那当然现代社会呢 就是那个健康 卫生是好的呢 医疗是好的呢 他如果是仍然有一个这样的传动呢 他可以五代 甚至六代同堂都可以的 那当然现在这个的 以夫妻为主心的家庭系统都不行啦 要是子女一大我走的了 那但是 大家以家庭 为建立那个目标 家庭福祉为中心的时候呢 大家 无论你那个家族是多少 是一起 那所以呢 我们见到在东方的家庭 或者是建筑那个模式 是四合院那样 是很大的 是一个庭园那样 有不同房的人都在那里住的 那当然 有一个核心的长者在那里 来到去做一个所谓定海神针 那有时候看一些粤语长片 所谓的 就是那个老爷 如果是万一出事的时候呢 家里就混亂的了 它能够健健康康稳定在那里呢 就整个家庭呢 在那里运作得非常之畅信 和是以家庭的目标 昌盛 为中心发展下去的 那第五方面呢 就是 家庭里边 那个权力关系呢 是一个单向 并且是强势 就是说呢 是没有平等的 在一个的父子核心家庭系统里边 那便通常由上而下 而下那一班呢 他是甘心乐意来去接受 那一个的引导 奋惠 那跟现在呢 是很不同 那现在呢 在家里边 什么你这么家长的 在一些群体里边 特别是 可能在一些信仰群体里边 我们都常常说 哇 什么 那些领袖这么家长式的 那样 是因为 看不见两个系统 就是如果说回我们基督徒呢 我们都要分辨清楚 究竟我们是受哪个系统影响 我再说这两个系统 不是有你没有我的 是在那个的界线底下呢 就在于我们在哪边 又或者呢 在于我们那个基督在哪里先 那这个是 那个权力的向导是怎样 那第六方面呢 就是家人的角色很重要 家人那个关系呢 就成为整个家庭 又或者是对社会那个角色的定位 很重要 那个角色的界线呢 是强调一个伦理的法则 或者是人伦的网络的 那因此呢 就是这个角色的优先是怎样 就是说家人的关系呢 它本身不单在家庭里面 而是它对于在一个外围 整个社会的商户影响是怎样呢 因为仍然是受着外围的一种伦理法则 和人伦的网络所影响的 那因为这个不是一个家庭的事 是整个社会的事 那因此呢 这种核心的价值呢 就当你在一个家庭里面 这个角色不清楚犯事的时候 不是只是家庭里面的成员 对你的一个指责 而是整个社会 或者其他的家庭成员 在这个社会里面 对你都有一个指责 因为已经有一个家庭的核心 的价值观念在那裡 就是那个伦理的法则是什麽呢 那个人伦的网络观念是什麽呢 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回呢 我们就要问一问 究竟今天的家庭 甚至乎社会 有没有一个伦理的法则基础呢 有没有一个人伦的网络呢 我们会感受经历到呢 其实就是那个人伦网络 和那个亲情呢 是越来越淡化的 但是这个不是在父子族心系统的里面 见到的 第七方面呢 就是 擴散的意识 就是说呢 只要我的经济能力许可 可以透过血缘 或者一个婚姻的途径呢 家庭成员的数目 是可以一路扩充下去的 并且是越多越好 那因为呢 这个是家庭的资源来的 因为大家是以建立一个家庭的福祉为目标 所以你的家庭成员越多呢 就是说越多人是会参与去建立 为了这个家庭的福祉来付出 我们因此呢 就是见到以前经济好的时候呢 他可能有几个老婆 如果从我们现今的角度来看 说什么他这么花心 不是 因为当时候呢 那个意识就是 你越多人对于大家的家庭的福祉建立 是越强的 那就算是不同的房的家庭 他都已经是在一个大家庭里面 自己定到自己的位和角色 那跟现今是很不同的 那最后呢 就是家庭成员 那个互动 是依赖着那个责任的规矩的运作 就是说呢 是以责任为重 他不是我付出多少 我就要得到多少回报 不是讲一个利害利益的关系 不是讲一个社会交换 就是说呢 我付出了这个社会 要对我一个家庭 就是 不是 就是整个意识形态就是 我只是看我的责任 我的角色我就要这样付出 回报不是主要的那个考虑 而是那个责任是主要的考虑 所以呢 这个就是在人类历史以来 普遍的家庭的意识形态来的 那只不过是随着工业革命 科技的发展 随着我们所谓那个地球村的意识 越来越强化的时候呢 就在文化上高 产生互相很大的冲击 甚至是对以前这种世界的核心价值 一个很大的冲击 再加上呢 是没有了个人在家庭里面的定位的时候 很多混乱出现 是因为没有了那个法则 没有了那个人类的网络 没有了那个系统的价值观念 那这个就是导致到 今天我们见到家庭出事 家人甚至乎是可以互相的仇视 甚至乎是杀害 因为个人的喜好满足不到 那就付诸于去毁灭消灭这个对方 因为他是阻止了我这个得到满足的途径的一个人 那这个就是第二方面的家庭系统 是谁想加多一点爱 谁想加多一点爱 便谁首先以爱相待 若要尋回报 先以爱投报 空屋会变成绝美化道 谁想加多一点爱 便需要真心去待你好 即逝了操控 坦率的倾诉 天天要为你徒告 分享完夫妻族心系统和父子族心系统之后 李博士便会说到 犹太民族的家庭 擁有这两个系统里面有什么元素呢 我再强调一次 这两个家庭系统不是互相排斥的 而是可以共存的 但这个共存就视乎所处社会的影响 我们所属的民族性的影响是什么 所以 始终华人有过一个比较长一点时间 父子的家庭系统的影响 始终都有一种血脈相承的意识在 虽然生活在北美 我们是受着整个北美文化系统的影响 甚至是冲击 我们的子女在这里的成长 在这里受教育 她是从小到大受着西方夫妻族心系统的教导 或者是潜移物化的影响 因为不单止是教育制度对她的影响 而是她的PEERS 她成长那班的同学 那班的朋友 他们的影响是怎么样 所以作为第一代或者第二代华人移民来到北美 是一定受着这个影响的 你怎样是很好的用你成长以来的那种 感受 体会到人伦的关系 网络和家庭不同成员的角色定位都好 你的子女是绝大部分的时间受着 就是外界教育 朋友 意识形态 传媒的影响 她一定不会像你这么强烈的家庭系统 你看回所谓文化是反映着一个民族的习惯 这种民族的习惯 其实就在那个语言的表达和语言的系统里面是反映出来的 比如我举一个例子 大家我相信听到这个节目的 有不同的背景和信仰的人 我相信都有一部分是基督徒的 我举一个例子 语言怎么反映一个文化呢 比如犹太人 特别在圣经里边一直传统下去 我们知道旧约圣经是以两个语言为啟示的重点 一个就是希伯来文 一个就是亚兰文 大家留意在希伯来文的里边 就有一些词会我们中文有 英文有 它没有的 这个是表达它背后那种文化 价值观念和意识在那裡 我们中文好 或者是英文好 除了两代的关系 就是父母和子女 如果对上的话 我们还有祖父母 曾祖父母 等着一路上 英文就是parents grandparents great grandparents 我们有这些不同的语言 去表达不同的一个阶层 数下去的时候是一样的 子女 children 你的孙 grandchildren 但是希伯来文里边 没有这些祖父 曾祖父 没有这些孙 曾孙的字 全部是得了两代的词会 就是说爸爸妈妈和子女 如果说先祖 或者是一些祖父母 那怎么办呢? 它都是用爸爸妈妈这个字的 所以如果你不能记得回 你曾经看过圣经 在福音书那里 有一帮当时的知识分子 跟耶稣说 它说我们的爸爸妈妈 阿伯拉罕 如果你熟悉历史 你就会发现到 耶稣时代 距离他们所说的阿伯拉罕 有2000年 为什么这帮知识分子 它是不是说错 不是 因为希伯来文的语言背后 是有一个很独特的文化 和背景在 2000年前 就是说距离我们 现在是4000多年了 他们的祖宗阿伯拉罕 是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 是主动地 和他们的祖宗立约 是记载在《创世纪》十二章那里 这位创造宇宙万物和人类的神 主动和他们的先祖说阿伯拉罕 他说我要使你成为大国 万国都会因为你的后裔而得福 我要使你的后裔 好像海边的沙 天空上的星那么多 我又会给你这个 应许流奶与蜜的地方 就是加南地 就是说就是我们现在 其实中东的以色列 那一个国家的地土 所以对犹太人来说 他在西西代代 都是用父子 只有这两个名词而已 那个意识就是 无论你在任何历史上 哪个朝代 哪个家族的年份出世都好 你的父亲就是阿伯拉罕 就是说你是直接承受神的一个应许 因为子女承受爸爸妈妈的一切 所以就算在今天现代的一世纪 犹太人的民族信念 他们是直接承受 列祖阿伯拉罕的英语 因为阿伯拉罕就是等同他的父亲 我讲这些就是在语言上高 其实是反映着背后一个民族 那一种的意识形态和文化 说回我们今天的子女 就算他们小时一路成长 你怎样逼他学中文 带他中文学校等等 他是无力反抗的 就是跟你去 你已经执着他去了 他经常跟你说 boring 好闷 因为我回到学校 我周围的邻居朋友仔 都不会讲的 我们都是讲英文的 所以 那个英语的文化和世界的格子观念 是一直影响着他们 因此我们就要明白到 今天我们作为华人的父母 我们要明白到这一点才可以 今天说回犹太人 在圣经里面的意识和家庭的结构 临利的时候 我们就要很小心 就是体会到 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 尤其今天你是对基督教接纳的话 就算你不是一个基督徒 你觉得基督教的信仰 是影响着你的人生的话 你就要留意 当然 在二三十年的里面 又多了一个名词 特别在中国出现的 就是叫做文化基督徒 在大学里面很多的教授 他们研究基督教很深入的 但是他们不相信耶稣 对他们的一个救赎 不接受耶稣作为人类的救世主 改变人性 将我的罪性扭转过来 当然在这个世代 有不少这样的人 我们要了解到 这位创造主 他是揀选一个民族 这个犹太民族 在这位创造主的意识形态里面 他是要这个民族 来到去反映出 这位创造主 和救赎主 他的一个真确性 和对人类的意识形态 带领是怎样 所以呢 我们常常听到 神是给律法 透过摩西给他们 但是对很多的人来说 甚至乎是不信的好 又或者甚至乎对很多基督徒来说 就觉得律法有很多规矩 不能够做这样 不能够做那样 但是我们要了解到 我们所说的律法 并不是一些规矩 为什么我这么说 因为当神是容让以色列人 入到他应许的加南地 即是现今以色列的国土那里 当时有很多不同的族 或者外族的人在那里住 他们和其他的民族 有什么区别出来呢 所以当神藉着摩西 带领他们入到 应许的加南地的时候 在未进去之先 就给一套生活指引他们 所以律法并不是一套的规矩 你很多东西不能做 那不是 它是在反映着 这个民族它的独特性 举一个例子 现在在这个世代里面 是越来越少 它是一个君主的制度 比较明显一点 就是英国 就是说 当你在这个王族 王室里面 来到出生的时候 那些小公主 小王子 她的成长 是有一套 教导的手术在那里 你要认清你自己的身份 作为一个王室成员 你那一种的生活的形态是怎么样 神比以色列人的一个律法就是这样 你作为神国的子民 你和其他人有什么分别呢 所以这个律法 我们来看 是一套生活的指引来的 你按着这套生活的指引 来到生活的时候 你才能够经历到 作为神国子民那一种的福气 又或者作为神国子民 那个独特的身份 按着我们现今所看的 就不是一个家庭 不是一个社会 不是一个国家的身份的认同 而是我自己的感觉良不良好 我当时我的认知是怎么样 我们全部是用这种意识 所以任何的规范 任何的指引 我们未必做的 我喜欢的我便跟随 我不喜欢 或者对我觉得没有利益的时候 我便放弃或者是放在一边 但是对于这班犹太人 对于基督徒来说 神是很清楚 你在这个国度里面 你就有这一套生活的指引 其实对我们今天新约的基督徒来说 我们是一样的 圣经就是我们的生活指引 如果你说的圣经是一套规范 很多的规矩的时候 我都要问一问 你究竟是不是一个认真清楚 什么叫基督徒 你自己都认为你自己是基督徒 一种地位里面 或者角色上 你要搞清楚 圣经里面提得很清楚 圣经福音第一章十二章 他说 凡接待耶稣的就是信耶稣明的人 神就给我们拳并作神的儿女 作为神的儿女 是应该怎么样 是活出儿女的位分出来呢 这个 就略略走回去那个父子俗心家庭系统 你就会明白 如果你是站在现今夫妻俗心家庭系统 你就很难去接受到你自己的角色的 因为是你要去创造自己的角色 而不是已经有一套完整的角色在这里 你认清了自己的角色 所以对以色列来说 那个律法是很重要的 但是律法只不过是给他们一个生活的守则 但是这一班的犹太人 他们有些什么的系统 以致他们能够去体会到这一种的生活守则呢 圣经被我们了解到 他们入加南地之先 应该这么说 国家社会家庭的结构上 他们要很清楚了 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去看到 他们按支派中族家室 这样来定位的 当然支派中族家室最终 就是以国家为核心点 就是神的国度 以色列人的国度 作为共有的 大家利益建立的目标 如何去建立呢 再划分支派 就是有十二个支派 每个支派就有不同的宗族 不同的宗族底下有不同的家室 所以这个系统就是很清楚的 他们一环扣一环 就不是脱节的 所以个人是受着加塞的系统影响 加塞是要对一个中族来的交代 中族是要向支派的领袖交代 支派领袖互相的能够去彼此建立起 这一个的国家就是神的国度 所以这个简单的系统 我们可以见到在圣经里面表达出来 所以犹太人在历史上 为什么他们能够定到自己位 甚至乎电脑或者一些搜寻 你就会见到犹太人任何一个角色的地位 他们都是很高的 是因为他是认清了自己的角色 他认清了他做的事 是对于整个犹太的民族的一种声誉的影响是怎么样 无论在学术界、医疗界、无论在商界 我们都会见到今时今日 他们都是出雷不遂的人 是因为这个系统长久地到今日 是影响着他们 就是这个系统使他们亡国了二千多年到一九四八年 能够复国的一个基础力 所以在这个系统底下 他们是建立一个家庭 建立自己的角色 当然今天他们是受着西方很大的冲击的 如果你有机会去以色列 其实参加旅行团去不到的地方 Kibbutz就是犹太人 他自一九四百年开国以来 逐步建立的集体农场 那现在的以色列 就有好几百个的这些集体的意识 他们是故意去建立的 有大有小 就是将他们本身的一个系统 在不同的地区里面建立去上来 他们仍然是用圣经系统生活 但是就不脱离 现今世界生活的模式 不过他们是不计较那个回报 因为无论你是在一个群体里面 就好像一个小型的社会 他们可以有不同的角色 他们可以有掃街的洗衣服的 乱衣的 看小孩的 有学校的 有银行的 有教师的等等 有医生的等等 他们的收入是一样的 不会好像现代西方社会这样 你有个专业 你可以用你的专业 找多些钱 你低下阶层的 你就少些钱 不是 大家的收入是一模一样的 大家是体会到 他的角色是要去建立这个群体 只不过在十年里面面对另外一个冲击 就是那班一路成长的小孩 因为有一些社区集体农场 他们是没有中学 更加很少有大学 所以他们就要出去 一出去的时候 就受着一个西方那种的 夫妻 俗心家庭系统的一个 意识形态的冲击 因为西方这一套的影响是 鼓动你那种个人的意识抬头 那不是不好 但是你个人的意识抬头 你没有规范的时候 就去到无止境的发挥 特别人是有那种劣根性在 你如果融入这种劣根性 是无限地扩大发挥的时候 这个不单止是对你 对家庭 对社会 甚至乎对你的国家 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是一个很大的声数 没有进化脑泪 谁是原告 但假如我们敬意太高 谁想加多一点爱 便需首先以爱相待 也要尽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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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以爱投火 空屋会变成绝美化刀 谁想加多一点爱 便需真心去代你好 正式要操控 坦率的倾诉 天天要为你讨告 世界两大家庭系统 和犹太人的家庭系统 给我们今天的家庭有什么启示 李成林博士会继续和我们分享 说了这么多 我们怎样总括来看我们今天 我们的家庭 其实作为爸爸妈妈 或者建立这个家庭的男女 当她进入婚姻的时候 她必须要看清楚 不同阶段的角色是怎样 还有她是要能够平衡 不是我那种的感觉喜好 为主族要的 当她进入一个家庭建立的时候 她要想清楚一样 她可以为这个家庭付出的是什么 如果一个人不能够想到 她为这个家庭愿意付出的什么 就请你不要进入婚姻关系 并且你是要学习去改变自己 而不是改变你的配偶 这个是今天社会家庭一个最基本的 有些人结婚不久离婚 就是因为她改变不了对方 她很绝望 但是一个真正的婚姻 不是你要改变对方 而是改变你自己 所以我非常强调就是 你要结婚 你是要认认真真地做一次 有那种水准的婚前妇等 认识你自己 认识对方 当你真的认识到对方是这样的时候 你愿不愿意去改变自己 而不是要求对方的改变 当你发觉到 对方原来有些深层的东西 在你拍拖的时候你见不到 但是在妇态的过程里面就显露出来 你想改变对方 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的话 对方都想改变你 所以那个意识就是 我愿不愿意改变我自己 这个改变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我改变自己是因为我进入到 另外一个人生的阶段 不是再需要我单身的时候 那种的模式 总括来说 无论在哪个家庭系统的形态里面 我们首先要去体会到的 那当然呢 当你建立到一个这样的形态 你未必能走出来 对于基督教来说 就容易一点 因为你参加教会有团契 你是可以建立到上来 但是仍然是那些人愿意开放自己 你很难结立 意思就是有一帮同行者 你就容易一点 所以那个同行者是非常重要 或者同行的人是非常重要 你要学就要交心 怎样交心呢 就是你容让你的同行者 认识你的成长历史 同样你要去认识你同行者的成长历史 当一个人或者群的人 彼此认识成长历史的时候 你的戒心是越来越放低的 我举一个例子 可能你现在三四十岁 四五十岁 五六十岁 六七十岁 你发现到呢 六七年之间 随着那个科技的一路发展 发达下去 这五六年呢 很多的上一年纪的人做一样东西 就是找你以前的同学仔 你就去探究 很多这些的group慢慢慢慢出现 我小学同学的group 虽然已经分散在不同的地方了 这样 这些的同学仔 虽然没有见好几十年 但是大家一见如故是什么呢 是因为大家有共同成长的历史元素在那 那所以呢 一个群体里边 大家能够认识 彼此成长的历史呢 这个是帮助我们打破很多的甲目 在教会里边 在团契里边 那当然在社会的群体里边呢 比较复杂性多一点 但是在教会团契的群体呢 就是单一性一点 叫做纯真一点 比较容易的开放自己 以色列人为什么一路那种的民族维系这么久 因为你看到圣经里边的教导呢 就是他们常常提醒大家共同的历史 这个就是他们那个联系的基础 那所以当我们讲家庭的时候 我们就要这样去 那就是环游呢 如果你真是基督教的时候呢 我鼓励你 你的儿童一直大的时候 你要跟他分享一下 这些人呢 爸爸妈妈是怎么样 以及为什么信耶稣 那个承传 不单只是血缘的承传 而是信仰的承传是很重要的 爸爸妈妈在信耶稣那时候的 争扎是如何 逐步在他成长不同阶段 可以和他分享过来 这些都是我们面临不同的家庭系统 不同社会的一个挑战底下 我们家庭可以彼此建立上来 如果这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回应 或者是新移民生活上的适应 甚至想对信耶稣有更深入的了解 我们很欢迎你打电话和我们聊一下 我们的电话是416-788-3322 祝母道我可信福中给我照明方向 未却在迷路传愿痛苦前方 湖面终点立创出新京方 在我车也同关心分枉分枉分枉 为眼睛同行每身也通过 和你手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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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 在我车也通过 网上《恩语热线》 是讨讨讨论的平台 生命关闺员更乐意傾听你的心声 回应问题 而且会为你祈祷 欢迎随时来到《恩语》网站 www.sobem.org 登入《恩语生命热线》 霓雙滑在下雨天,一睡在他手中, 恩与同路人。 只想要厚,恩与同路人。